你说为什么有的男人明明知道你生气了就是不愿意哄你 反而跟你讲道理呢 今天的这个视频绝对不是简单的告诉你 一个男人如果不愿意哄你 就代表他不爱你 直男们呢也别觉得这是为你们的直男行为洗白的视频 谁能告诉你们一个扎心的事实 如果你总是抱着在感情中无条件的被宠被哄的速度去找男朋友 那么你很容易遇见渣男 或者说遇到一个价值远比自己低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舔狗或者是门不当户不对的人 你先别着急反驳我 听完我家来讲的这个故事或许你就能收获很多 昨天晚上我和我两个朋友出去撸串 其中有个朋友他是个海王 初中毕业之后就直接出来混社会了 他谈过了女朋友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另外一个朋友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程序员 从萌诺程座上来讲呢 他也是咱们小姐妹口中的直男 吃饭期间程序员朋友共我断言说 我跟我女朋友讲道理又被我女朋友拉黑了 他总是嫌我烦 我那个海王朋友仿佛看弱智一样看着他说 你脑子是秀斗了吗 为什么要跟女人讲道理 他生气了你就哄想买什么东西你就让他买 如果东西太贵了 你就承诺他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买的 你跟他讲什么道理啊 腾讯人朋友听了之后就是一脸的疑惑 他说但他有时候做事的方式确实不对啊 你忍得了一回两回 但是你总不能忍一辈子吧 困然他有时候买的东西确实挺贵的 而且使用性又不高 我觉得咱们以后有钱了 钱也不能花在这个上面啊 海王朋友笑着喝了一口就说 老哥你真是死脑筋 你就是把他灌出一身公主病又如何 你睡他也总有睡腻的那一天吧 到那个时候谁爱借盘谁借盘去 这恋爱的本质啊 就是你用语言行为去哄他开心 他是开心了 你也就舒服了 你管那么多以后干什么 你信不信你把他灌得越厉害了 他越是离不开你 就算你们分手了 他的新男友受不了他的脾气 跟他讲道理 他还是会想起你的好 没准还会找你复合呢 到时候你们找机会还能再去前缘 这时候我在一旁 如果串没有说话 开始陷入了沉默 我开始明白啊 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如果对方在恋爱中从来不跟你讲道理 或者很少跟你去讲道理 只是一味的去迎合你 那基本上跑不出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对方根本就没有打算和你建立 长期健康的关系 只是为了短期性的利益 所以你说什么都是对的 你说什么都是好的 反正就没有打算长期投资 打枪换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方的条件远低于你 他为了留这段感情 只能接受你的这些不平等条约 换而言之呢就是 既然你享受了较高的地位 那么你就得接受他的颜值比你低 他的家境比你差 他的能力没你好 但是这种情况呢 一旦他靠着你的帮助或者资源发达了 到时候你又没有那么吸引人 那个时候就到你该还债的时候了 所以姑娘们你们好好地想一想 这真的是你们想要的感情 其实啊 当个渣男比当好男人简单太多了 哄人的本质是什么 哄人的本质就是掩盖问题啊 当个渣男的话就太简单了 遇到事情就祸心你就可以了呀 如果你们遇到了冲突 你们的男朋友从来不跟你们讲道理 只是一味地哄哄哄解决了一时的问题 那才是对你们的感情最大的不尊重 女孩子呢听到这儿呢 先别着急滑走也别不高兴 我知道有时候女孩子啊 就是情绪在想缩一下 不见得真的是觉得自己的男朋友不够好 只是希望自己的男朋友能够多关心自己一下 但是你要知道 同一个本质就是照顾你的情绪 不利于你们两间的感情长久发展 或许啊 他一次约会的迟到 一次口容四号的选择 可以通过哄来解决 但是以后 如果你们遇到双方家庭的冲突 遇到了未来居住城市的选择 这些差异的话 可以通过哄来解决吗 在亲密关于当中啊 你要选择的是一个能够和你三观契合的人 而不是一个育儿嫂 现实的是 大多数人的婚姻 都是在找一个你未来人生的合伙人 而不是找一个抚养你的长辈 讲道理找共识 是对你们感情最大的尊重 那么直男们呢 听到这儿呢也别着急慌呼 别觉得找到了 为你们直男行为洗白的解释了 如果你连你们自己女朋友的小皮 都忍受不了 那也活该你们担心 我们每个人的情感需要是不同的 有的人需要的是偶像 有的人需要的是一个三观契合的人 我有个朋友 他谈了多次恋爱之后 他发现他自己只能做一个小公主 但他最后呢 他还是等到了那个 能够把他成为小公主的人 并且这么多年以来 他的老公从来没有变过 所以如果你的定位是找一个偶像 就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公主 没有公主命 却养出了一身公主病 凡事不能两全其美 一个萝卜一个坑 其实我们很多人 这才感情不顺 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在感情当中你一定要非常清醒的 知道自己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千万不要抱着那种 一身直爱一个人的想法 到最后却托付了一个渣男 也别抱着那种 我要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到最后你却再为难一个直男 毕竟前者只需要为一时的欢喜负责 而后者需要为一身幸福去努力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地思考这一段话 我希望你能够帮你